打第三场 而佩尔森打手球很好 他在昨天又战胜了里根相 所以呢 也捨起了王涛打第二阻力的位置 把王涛打第三场 那么正好按双方教练的意图 这两个运动员 按中国教练的意图 王涛现在碰到了佩尔森 那么希望碰到是一回事 能不能够战胜他又是一回事 就像刚才王涛对皮特卡尔森 原来按主观估计 可能上风一点 那么实际上皮特卡尔森打得很好 皮特卡尔森赢了第一场 那么反过来讲呢 王涛丁尼尔和马文格 马文格跟王涛丁尼尔呢 过去输得多赢得少 我们自在这场球呢 全力相拼 即使输了也不要紧 那么马文格打得很出色 一比一打拼 现在我们就看 这第三场的球啊 不管输赢 必然要想一边倾斜 那么这两名选手啊 大家看到镜头上就是佩尔森 上届世界紧标赛的南单冠军 那么背向电视观众呢 是中国的王涛 这两名选手的情况呢 我们也请姚志导呢 在比赛之前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佩尔森是四十届的亚军 四十一届的冠军 那么在奥运会中间呢 他被马文格淘汰了 尽管赛前有宇润说 佩尔森的情况不是很好 他在前面也输过几场球 比如说输给法国运动员 在初赛阶段也输给了朝鲜运动员里根相 但是在昨天半军赛中间呢 他打里根相打得非常的出色 在瓦尔森内尔输给了金城西之后的第二场 他力往狂澜 战胜了里根相 在场许多观众觉得 瑞典队再输一场可能就要 淘汰出局的情况下 他力往狂澜 王涛呢 是目前中国队在世界排名里边的第二号人物 他现在排在第九位 他是奥运会的双打冠军 在今年日本公开赛比赛中间 他连续淘汰了三名运动员 三名瑞典运动员 由世界冠军佩尔森 后起自秀 皮特卡尔松和老将林德 获得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 所以呢 瑞典报纸 在中国队到达以前呢 介绍中国运动员的时候呢 就是说王涛和马文革 是最难对付的两名运动员 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开始 首先是由王涛发球 王涛上来发了一个 长线的奔球出键 这个王涛的特点呢 这个杨尔岛在以往的比赛里面 也向我们做了介绍 他速度快 特别在日本的比赛里面 他战胜了佩尔森 所以呢 应该说从心理上来说呢 也不占下风 就看谁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临场发挥的更好一点 特别是王涛的反手残技 在目前世界上来说 也数得上的 那么大家打这个反手 对反手的相识来说呢 王涛不是亏 王涛不是亏 关键的就是说 王涛的正手发挥如何 佩尔森很有可能 将从王涛的正手出锅 一个要盯住佩尔森的反手 一个要打王涛的正手 双方就看谁的战术运用 和技术发挥好一些 好球 王涛接发球 直接用正手 抢冲护拳球 得分 现在双方打成了三瓶 佩尔森的反手 有世界第一的美层啊 他对反手快弹 还是相当漂亮 绿运的三瓶先生 不管是瓦尔德 还是佩尔森 还是卡尔松 身材都比较高 毕竟是争得 世界冠军的这种大战 所以 双方都出现了一次 发球失误 因为比赛刚开始呢 双方这个擅长的球啊 都有点失误 比如说王涛的反手弹接 佩尔森的正手弧圈 现在是王涛 发球 5比6 这个球是出台 非出台 在接发球的时候呢 容易造成 迷惑 和看到失误 绿运队在 世平派的历史上 曾经 11次 夺取过金牌 这其中 男子团体是三次 男子单打三次 其中就有 大家看到的佩尔森 还有刚才的 瓦尔德内尔 和老将本格森 团体冠军呢 除了41届 40届 还有一次是 73年的32届 他们还获得过 5次男子双打的金牌 这段看来 王涛打的 还是有声有色 王涛利用自己 多遍的发球呢 控制住佩尔森 然后呢 靠正手拉弧圈球 后反手弹金呢 连续得了5分 由于王涛是左手 他这个 左手的斜线球 角度很大 所以佩尔森 轻易地不敢拉他 反手位 现在绝大多数球呢 多到王涛的正手去 无论是发球也好 拉狐圈也好 所以王涛必须 把自己的注意力呢 较多地放在正手 好球 就像刚才介绍的 佩尔森呢 坚持自己 打王涛正手的战术 刚才一个发球 抢攻呢 狐圈又直奔 王涛的正手位 现在比分是8比10 佩尔森 现在9比10 还落后1分 有人在这场比赛之前 就曾经说呀 说中国和瑞典这场比赛呢 可以说是势均力敌 但是瑞典队呢 稍战上风 这要从最近几年的 总体的实力和比赛的成绩 以及他们在世界上的 排名的情况来分析的 但是第三排 人们都认为是至关重要 刚才你说的是 谁占下风 是瑞典占上风 瑞典占上风 对 因为无论是世界的排名啊 对 最近一段奥运会的成绩啊 是瑞典得好一些 所以他们说说 这个第三排啊 谁能够拿下来 这将在这个 整个胜负的天平上呢 就非常重要了 因为货杯两盘 只要拿一盘 就是还是有机会的 那么也有一种语论啊 瑞典报纸 我们最近也注意到了 有一种说法说 中国这个瑞典的比赛 关键在排阵 就是双方教练的斗士 他这个说法呢 并没有说没有根据 因为好几次世界比赛 都是一边倒 因为就是说排阵排好了 就打成一边倒的局面 那么从今天的比赛情况来看呢 尽管中国的排阵排得不错 但是现在打成了一比一 看来主要还是要看实力了 一边倒已经不存在了 对 今天也是哥德堡的 斯康迪纳维亚体育馆 做的观众最多的一次 你们都想来看一看 代表当今世界平坛 最高水平的这种大战 确实运动员们 在今天的比赛里边 我们抛开胜负不谈 双方都已经打出了 非常高的水準 有人也说这个电视转播啊 这个平凡球比赛 也是非常非常好看 王涛运气不错 滚网得分 现在比分是13比14 佩尔森发9 好球 一块对块 好球 两个大脚 打得身高必强的 这个佩尔森 两边奔跑 这球是只有招架之功了 现在比分是13比15 如果说王涛的争手 能够打到这样的水平的话呢 他获胜的希望就很大 因为佩尔森现在不敢去他的反手 观众机上的这个中国拉拉队也在喊王涛打得好 现在比分13比16 佩尔森这球发球质量还是比较高啊 现在双方的战术都很明确 这是看谁的基本功好了 王涛如果说正式能够发挥好一些的话 那么这个球就有希望 现在比分16比14 佩尔森退往 这个王涛中球滚往一号出键 现在比分16比15 这个球应该说王涛已经调动了佩尔森 关键在最后一下子正手的扣杀 失误了 好球 这个王涛站位啊比较近 所以这个速度还是相当快啊 对 他这段看来打这个佩尔森两个角打得比较多 第二段对方 不出台 哎呀 国防一号出键 17比16 王涛要抓住自己发球这一轮的机会 好球